奶奶我是好開心喔 我很難想要說當年我們是一起衝鋒陷阱的媽媽 而且小孩很小 對啊 因為這幾年看到一下子是秀音家女兒 王斌家女兒 君子 然後就覺得真是歲月不饒人 因為 我還記得我們那時候最讓我感動的是 有時候我們去在那個跑場的當中 就像君子說的 我們其實是沒有辦法想到說我們一天可以跑這麼多場 可是因為王斌就是個性就是這麼會衝 所以大家就跟著他這樣子衝來衝去 一天也不知道要衝什麼 那就是孩子送上學後回來就是接放學了 就是你就是剛好時間你接小孩 就是都會剛剛好 然後也從來不會因為說我們的慢 然後就delay到那個演出的時間 好像也沒有 就大家都會衝到那邊然後剛好就上去點了 然後有時候我們會穿著那種戲服啊 在開車喔 我就覺得好像 有一年就穿著那個大天使 你知道那個天使 就是坐車的時候有點困難 我們就開玩笑說要是被警察攔下來的時候 就會看到幾個天使下車了 因為我們都穿戲服 因為要一場趕一場也不換衣服 就是大家穿著戲服在開車 我覺得那很好玩耶 要是真的有一天被攔下來 有沒有什麼樣子 那一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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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 搞不好會看那個警車把我們開骨 因為下一場可以 就會因為他就錯失掉了 我覺得很感謝主 這幾年因為最近有人就跟我分享說 其實在學校越來越多的孩子會知道 聖誕節就是耶穌的誕生 那時候我們剛去演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是聖誕老公 對對對 然後他們說哇這幾年好像去的時候 大家就會說是耶穌的誕生 特別是在今年我覺得 那種聖誕節特別的濃厚 就是很多教會辦的活動其實都蠻有國效的 我覺得以前撒下去的種子都會慢慢的生根 像我們對面啊 其實我看他平常我們那個社區 就是剛學的時候就是 本人一戶基督徒 然後現在就是兩戶基督徒 因為我把福音就傳給了隔壁 然後呢 接著呢後來發現 欸協對面原來有一戶淺基督徒 就是那個犯基督徒 就是他就跟我說 那個他其實以前也是基督徒 只是說因為工作太忙就沒去教會了 所以我們今年就辦了一個餐會 我們兩戶辦一個餐會 然後我邀請他就是一起過聖誕節 我們就辦一個基督徒 辦基督徒這樣子 然後就一起吃飯 然後沒想到我們吃飯的同時 我們協對面的鄰居也來了 就說其實我也是基督徒 你知道嗎 我可以明年也參加嗎 因為我小時候上過主日去 我就發現說其實我們沒在做什麼 只是很多人他會因為說 因為這個信仰大家就會聚在一起 本來是大家本來是沒有什麼連結 可是因為耶穌 大家就有一個共同的話題 然後就開始說以前我媽去上班 他把我丟在那邊 丟在什麼主日學 丟在什麼主日學啊 潑耳啊 潑耳啊 一直潑到什麼青年禪氣啊 所以說 anyway他就是長大 要開教會去修學 然後我就說 好吧那明年算一份吧 明年是參會的時候順便邀請你 好這樣子 我們社區就有四戶的換基督徒 本來就是一戶而已 所以我大軍了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那個地方禱告 其實就是會有他的國效 因為我們不會社區禱告 他就會慢慢的很多人就會 鄰居 對就會鄰居 像我們鄰居他會主動來幫我修什麼樹木啊 修一修啊 然後我就說 欸這個誰修 他說欸你的上帝幫你修 他有聽到你在禱告 他不會知道我是 就是他們會知道說 欸你是信耶穌的人這樣子 對我覺得其實我們撒下去 總之欸就是在他們的心中 就在孩子心中 也許他長大以後才說 欸就像牧師說的 欸小時候我看過 我也曾經看過哪一齣戲 然後我比較感動的是 有一年我在演那個 聖誕小虎手我是演貓腿 那來年我媽媽生病嘛 修英跟我 所以 有時候我們會在後台 然後就會說 啊我媽媽 什麼狀況怎樣啊 修英就說 沒關係你是貓頭鷹 貓頭鷹就是信心的演技 你看 信心的演技喔 然後什麼 然後那首歌啊 什麼有信心就一定能看得見圓方 然後我就每一次上去的時候 我就會唱這首歌 因為這是貓頭鷹的歌嘛 所以每一次就會 好 有信心就一定看得見圓方 然後我就每一次都不斷的對自己喊話說 有信心就一定能看得見圓方 然後就是一邊幫我媽媽祷告一邊演戲 就是在那個過程裡面度過那年的聖誕去這樣子 這是我覺得一個很棒的回應 因為就是大家在裡面一起禱告 然後一起 一起禱告然後一起鼓勵 然後在這個當中 我們雖然也很多人經歷了孩子啊 感冒什麼什麼 但是大家就會藉著禱告 讓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那個品牌 我覺得很棒 這是我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歡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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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